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新防长董军首秀 对话罗防长邵伊古 FBI局长警告 中国黑客瞄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雷蒙多 中国造电动车构成国安风险 中国如何利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日本希望既能保障台湾的安全 又能发展与中国的贸易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一场新的太空争夺战中对峙 美国指控四名中国公民 走私美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到伊朗 分析中国的崛起之心访问美国 关注普京和金正恩关系的升温 请大家收看 中国新防长董军首秀 对话罗防长邵伊古 综合新闻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星期三 1月31日同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视频通话时说 中俄两军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 董军说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董军说 2024年是中俄两国建交75周年 中俄两军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坚定应对全球挑战 不断提升战略互信 持续拓展务实合作 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发挥更大作用 中俄外长视频通话的前一天 30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莫斯科与俄司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马朝旭说 中方愿同俄方以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 加强战略协作 推动中俄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FBI局长警告 中国黑客瞄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综合新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 为周三1月31日前往国会告诉国会议员们一个严峻的事实 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正在频繁地将攻击目标 对准美国境内的水处理工厂 电网 交通运输系统等重要的基础设施 美联社周三的报道说 雷认为 美国公众对影响每个美国人的网络威胁的关注实在太少了 这是美联社在雷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上的书面发言稿中看到的内容 雷说 中国黑客正在美国的基础设施进行部署 准备在中国决定发动攻击时 对美国公民和社区造成严重破坏并造成切实的伤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 这是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迄今为止 向美国公众就中国黑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构成的威胁发出的最直接的警告 雷蒙多 中国造电动车构成国安风险 综合新闻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 中国制电动车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汽车加征关税 并采取另一项措施保护美国人民各资 彭博报道 雷蒙多今天在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 卢边谈话中表示 电动和自动驾驶车收集有关驾驶 车辆位置 车辆周围环境的大量资讯 我们希望所有这些资料都流向北京吗 彭博上周报道 白宫正在准备一项行政命令 以防止外国对手取得高度敏感个资 美国官员长期来一直警告 中国在该领域构成特别威胁 新措施可能会影响众多产业 美国商务部一名官员表示 雷蒙多今天的言论与该行政命令无关 应讨论内部对话而要求匿名的这名官员表示 他的言论反映这位商务部长 从国家安全角度日益关注的其他技术领域 中国如何利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外交政策 中国一直在利用美国与全球南方在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上的分歧 来推动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 虽然中国没有直接介入这场冲突 但它与全球南方结盟 这是一群对以色列的行动表示强烈谴责的国家 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和平缔造者 提出了一个五点和平计划 并呼吁举办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会议 然而 专家们认为 中国的行动大多是表演性的 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 北京方面一直在抨击华盛顿 并对比两国的立场 以对拜登政府的全球信誉产生怀疑 中国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的策略 是其试图展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足之处 并推广自己的外交政策价值观的一部分 北京希望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地区性的权力经纪人 但并不希望直接介入 可能危及其在该地区的关系的 具有挑战性的局势 中国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冲突 而是专注于突出美国的孤立和虚伪 尽管中国的行动 可能对加沙的局势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但他们帮助北京加强了与全球南方的联系 并推动了自己对全球治理的愿景 日本希望既能保障台湾的安全 又能发展与中国的贸易 外交政策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LDP的亲台湾议员 提议举行包括美国议员在内的议会安全对话 显示出日本政治领导人对台湾的支持日益增长 日本已宣布计划将国防预算和相关支出 提高到202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 使其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防预算 该国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 向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对抗的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 并讨论在东京设立北约办事处的问题 然而 日本的政策并不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因为中国仍然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一场新的太空争夺战中对峙 经济学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太空能力 并建造用于地球大气层之外战斗的武器 太空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 美国特别关注中国在太空领域努力追赶或超越其主导地位的努力 美国太空部队作为最年轻的军种 正在迅速发展 以保持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优势 然而 太空战争仍处于初级阶段 对于不同国家的能力和潜在冲突的可能性还有很多位之数 太空司令部的任务是探测威胁 威慑攻击和击败敌人 由于太空中物体数量众多且观测能力有限 探测太空威胁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威慑包括通过从少数异兽攻击的大型卫星转向众多可以快速替换的小型卫星来增强任性 在太空中击败敌人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涉及开发更灵活的防御 精确打击和更好的卫星保护 太空中误判和挥趋攻击的风险是一个重大关切 由于道路规则不明确且几乎没有军控前景 小规模对卫星的攻击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冲突 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必须努力建立明确的太空活动规则和规范 以防止太空战争爆发 美国指控四名中国公民走私美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到伊朗 南华早报 美国当局对四名中国公民提起了指控 称他们走私美国制造的电子元件 其中包括一些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元件 走私途径是通过中国和香港将美国出口受控物品运网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国防部有关的实体 据称 这一涉嫌计划导致了大量具有军事能力的美国双用途商品被出口到伊朗 美国已对这些被告发出了逮捕令 他们目前是逃犯 分析 中国的崛起之心访问美国 关注普京和金正恩关系的升温 日经亚洲 中国共产党国际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被誉为中国外交界的新星 刘最近突访美国 与美国国务卿和副国家安全顾问等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 他此行的任务被认为与朝鲜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日益合作有关 这让中国感到不安 中国担心俄罗斯侵犯其势力范围 并将朝鲜获取俄罗斯导弹技术视为重大安全威胁 然而中国也看到通过处理朝鲜问题有机会缓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因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微妙的利益契合 刘建超访问美国并随后与朝鲜官员会晤表明 中国正在积极与所有相关方合作解决朝鲜半岛局势 这正值朝鲜威胁日益增长和俄罗斯参与乌克兰冲突的时候 留和其他中国高级外交官的行动将对亚洲和全球局势 以及乌克兰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又一位弹劾证人告诉共和党听到不想听的话 华盛顿邮报 埃里克·施维林·埃里克·史维林是亨特·拜登·汉特·拜登的前商业伙伴 他的证词削弱了共和党声称 乔·拜登·周·拜登卷入儿子的商业交易的指控 施维林在宣誓作证时表示 乔·拜登没有参与亨特的商业活动 与共和党的说法相矛盾 共和党试图将总统与亨特的商业交易联系起来 但这些企图仅依赖于间接证据 和对支付给乔·拜登的款项的曲解 缺乏支持共和党指控的证据 继续削弱了他们对弹劾的案件 中国领导人暗示 未来一年将加大对政治的关注 南华早报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 在年度首次政治局会议后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强调加强政治控制和党的纪律 尽管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 仍然是一个重要目标 但今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 主要的重点明确放在政治方面 中央政府可能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 推出更有力的刺激计划 但北京不太可能将经济增长 作为唯一的优先事项 欧洲完了 被其愚昧 三流的精英们判了死刑 英国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 欧洲的衰落越来越明显 文章认为 欧洲正受到自我造成的病态困扰 如经济失败 地缘政治无关紧要 移民危机和民主赤字 欧洲的精英们无力也不愿意解决这些复杂而艰巨的问题 结果就是社会分裂 政治激进化 以及德国 法国和荷兰等国家即将发生的社会爆发 相比之下 美国为年轻的欧洲人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税收较低 生活水平较高 自由度更大 美国虽然也有自己的问题 但仍保持着资本主义精神 活力和对科学技术的热爱 而欧洲则拥抱虚无主义 非自由主义和极度政治 欧洲的人口正在减少 福利国家正在崩溃 欧洲在世界舞台上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文章总结说 英国脱欧未能改变任何事情 欧洲的统治阶层继续忽视其公民的关切 欧洲的衰落正在加速 任何英国政府都愚蠢地将国家与之对齐 听到强大的引擎轰铃 美国的经济活力来拯救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强劲复苏 通胀下降 增长上升 成为全球复苏最好的国家 美国经济表现超过了竞争对手中国和第七国家 预测师预计去年的增长率不到1% 但实际增长率达到了3.1% 通胀率接近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 失业率也很低 经济复苏对于拜登总统所在的民主党来说是个好消息 尤其是在选举年 这可能有助于缓解华盛顿的保护主义压力 这次复苏是由大规模政府支出推动的 类似于凯恩斯主义刺激 美国XL恶霸权保护措施在苏格兰得到确认 BBC 从2月23日开始 苏格兰将对XL博物犬实施新的限制 虽然拥有这些狗仍然是合法的 但在公共场合 它们必须戴上口罩并牵引 此外 禁止出售或交换XL博物犬 从7月31日起 为持有豁免证书的拥有 XL博物犬也将构成违法行为 这些规定与英格兰和威尔斯类似 从本周四开始需要持有证书 在曼谷举行的中美会谈 就台湾等问题进行了有意的讨论 南华早报 美国和中国在上周在泰国举行的会谈中 取得了进展 就在春季开始就人工智能的负责任 使用展开对话 美国最高国家安全官员周二晚间表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 他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会谈 还就台湾问题进行了非常有用的直接对话 并就红海的不稳定 乌克兰战争和朝鲜半岛进行了坦率的讨论 上周五和周六在曼谷举行的会谈 是自习近平主席和乔拜登总统 去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会晤以来 这两个谨慎的大国之间的首次高级别会议 我们两国都认为 虽然我们定位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或看法一致 但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进行 沙利文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外交关系委员会 赞助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我们两国都同意向我们的领导人汇报 并尽快与他们通电话 他补充到 但没有提供具体日期 墨西哥总统谴责有关美国对涉嫌毒品竞选捐款的就调查的报道 美联社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曼努埃尔 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谴责了有关美国政府 对声称毒贩可能为他在2006年失败的竞选活动 提供资金展开调查的报道 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将这些报道解读为 美国对他的政府和他的莫雷纳党的攻击 这一争议可能会损害美墨在打击毒品贩孕方面的合作 就像2020年美国逮捕前墨西哥国防部长萨尔瓦多 先夫埃哥斯将军一样 阿迪达斯计划在遭受10亿欧元货币损失后增加EASY销售 彭博社 阿迪达斯宣布 今年的利润将受到不利的货币波动的影响 但计划通过销售与说唱歌手坎耶 维斯特合作终止后的剩余库存来减轻损失 该公司预计今年的营业利润约为5亿欧元和5.42亿美元 地域分析师平均预估的12.7亿欧元 阿迪达斯计划以成本价销售剩余的EASY库存 预计销售额为2.5亿欧元 尽管受到货币影响 阿迪达斯预计今年将恢复增长 并预测2024年销售额将以中个位数百分比增长 联合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乌克兰 对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指控中的大部分内容 南华早报 国际法院ICJ大部分驳回了乌克兰声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提供恐怖主义资金的指控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并寻求对受冲突影响的平民进行赔偿 然而 ICJ裁定俄罗斯只是未能调查所谓的违规行为 并驳回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指控 法院表示 只有现金转账才能被视为对所谓恐怖组织的支持 而对乌克兰武装组织的武器供应 并不属于恐怖主义融资公约的范畴 ICJ将于周五决定 是否有权对俄罗斯2022年 入侵乌克兰的另一起案件进行裁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的摘要 首先 中国新防长董军与俄罗斯防长进行了视频通话 强调要推动两国军事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FBI局长警告称 中国黑客正瞄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说 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在国际政治上 中国利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来推动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 并试图展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足之处 日本希望既能保障台湾的安全 又能发展与中国的贸易 此外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一场新的太空争夺战中对峙 美国指控四名中国公民将美国制造的电子产品走私到伊朗 中美会谈就台湾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墨西哥总统对有关美国对涉嫌毒品竞选捐款的调查的报道表示谴责 阿迪达斯计划在遭受11欧元货币损失后增加EASY销售 联合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指控中的大部分内容 综上所述 这些新闻反映了当今世界的一些重大议题和国际局势 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 中国黑客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攻击 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的焦点问题 此外 中国利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来推动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 日本在保障台湾安全和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的平衡 以及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争夺战中对峙 都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局势变化多端 充滥挑战和机遇 作为观众 你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